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en 就很近1 1en 2en 是错的 正常如果我们用视角去找 那en 就是极端 那en 是针放到中间 这极端才会是en 1en 2en 3en 4en 1en 2en 3en 4en 这极端到中间才会是en 就是说en 是不能随便摆的 你看到个拍子机 当然你就会知道究竟是怎样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凭感觉去找出来 就是我们听ta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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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1 2 3 4的时候 我们就只唱个en 位在哪 那我们就会很清楚自己究竟是在两个极端近哪边多些 就是这一个就是两边极端 我们需要找它的中间位 就是1en 2en 当然在那个en 它不会停下 但你就要找那个位出来 1 当那个位的针指向中间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 那我们在频感觉的时候 就是不断找那个en 位 例如现在我听到一个80bpm的一个拍子机 准备 1 2 3 4 1 2 3 4 我来找个en 试试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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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这个就是正确的 这个en 位是一定要摆得很整齐 在1和2之间 2和3之间 3和4之间 要摆在很正宗的位置 才会是正确的 我们听的时候不断去练习 这个练习可能会用大家一段时间 但这个是一个很值得 我们去做的一个练习来的 因为当你做好这个练习之后 你连琴都会试半功倍的 我们继续来 80bpm 1 2 3 go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我们试试找个en 你找到一个en 找到一个orbit位了 那你就自然能够把一首歌可以跟到拍自己 当然我发觉我的手完全跟不到拍自己 唱就能唱到 那我们首先都要唱到 如果唱不到的话 那手自然都会跟不到的 今天的音乐小教室就来到这里了 那大家记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下面comment 那我们都会尽量去解答你们的 下次见 拜拜